来看到复兴航空又上新闻了 但是这一次跟飞航无关 而是懂作 这是因为北夷公路 前天上午有一辆重机 为了闪避迎面而来的保时捷 超跑撞上了山壁 但是跑车却涉嫌驾驶肇事逃逸 后来被警方查出来 原来驾驶竟然是 复兴航空董事长林明生 他说会发表了新闻稿 说会配合说明调查 如果未来责任判定确认了 他一定会负责到底 但是复兴航空 短短一年不到摔两架飞机 罹难者家属痛批 理费责任都没有时间好好谈 却有时间去山路飙车 双手插口袋 一派轻松走进警局 他是附近航空董事长林明生 在山路开超跑狂飙 却因为违规超车闯越双黄线 害一面而来的重机骑士 闪避不及直接撞山壁 撞上山壁的重机 车头严重回损 车主不止心痛 身体也好痛 左手骨折 全身多处擦伤 当时复兴航空董事长林明生 开始要价600多万的保时捷 从新北市平溪106线到往台北 却在行经51.3公里处 超车闯越了双黄线 对象骑士为了闪车 失控撞山壁 事后查出超跑车主身份 是复兴航空董事长林明生 而受伤的重机骑士 是曾帮多位当红艺人拍摄MV 还拿过进去讲MV最佳导演的许云轩 林明生事后发出三点声明 强调违规闯越双黄线 害骑士摔车 他表示歉意 也到警局配合调查 厘清责任 会负责到底 也感谢各界指正 复兴航空一年内发生了两次空难 家属痛失亲人 到现在赔偿都还没谈妥 董事长居然开跑车酿祸 我们觉得很不舒服 因为事情都已经造就了这么多家庭的破碎 他还有心情可以去玩乐 然后还造势逃逸 罹难者家属痛批 失去亲人的痛到现在还没抚平 复兴航空董事长却有心情开跑车 爬爬走 要他们心何以堪 记者陈广瑞 刘世伟 邵三朝组 台北南投